今天是周末 又是小月睡懒觉的日子 我先去把早饭给做上 今天的早饭 红枣 牛奶 米糊 玉米 鸡蛋 今天煮的时间长了 煮成这样子了 感觉周末的时光太美好了 全家可以悠闲的吃个早餐 下个月我们家族还有大喜事 有亲戚结婚 我觉得我得穿得体面一点去参加 毕竟这是个大事 但是我发现最近 我好像都没怎么买新衣服 就没有特别合适的那种连衣裙 所以等会吃完早饭 我们去逛过商场 买一个参加婚礼串的好看点的裙子 今天这个玉米煮时间长了 玉米这都开花了 我没看时间我就忘了 当然这样比平时好吃 平时嚼玉米这挺费牙的 今天这个软软的很好摇 真的假的呀 看看小月到了就选的这样一个衣服 怎么样感觉的颜色 颜色有点怪 怪 我感觉这个材质稍微的 和我其他的看起来还行 也不是太简畅 大伟给我这件衣服的点评是 颜色不能喜庆 那这粉的呢 这粉色看起来还行 像个礼服一样 是是 摆过头看 这我能穿出门吗 这可以呀 亲上看吧 怎么感觉特别像个礼服 特正式 这可以 这个比那个好 小月把衣服买着了 特别高兴 刚刚那个粉色掉面连衣裙 加899 我以为下装现在就要打折了 但他们家没折空 咱们再去逛逛 要是一个好看的 再买个一两套 万一挑不着合适的 到时候我就穿这件就行了 家伙在商场转了半天了 都快20分钟了 说他刚才看到一个衣服 现在找不着了 今天真是怪了 吃饭之前 我在一家店 看到了一个紫色套装 挺好看的 吃完饭之后 慢慢逛的时候 怎么也逛不到那家店了 找了有半个小时左右 然后最后我放弃了 其他店的衣服 大概看了看 也没有特别喜欢的 所以之后没买 我就穿那件就行了 你感觉呢 说明那个衣服 它不是适合你 也不是 没有缘分 对 缘分没到 逛的都没耐心了 我说就这样了 哪一天去西单 王府井再去看去呗 那边女装时尚的款式 更多一点 对啊 那边美女也多 就是你看人家都穿什么 就那个大跃城服装店 特别多 而且呢 每个服装店 就是面积比较大 款式比较多 刚刚我给亲戚家的奶奶 看了一下这件衣服 问了一下新娘 还有伴娘 他们的礼服 就什么颜色 会不会跟我这个装衫 万一我穿的跟台上的主角撞衫了也挺尴尬的 然后呢 我奶奶说这个颜色挺好的 不撞衫 不撞色 所以那天呢 我就穿这件了 哎 大伟 我今天忘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事 你说你穿什么呀 我光布着怎么打扮我了 都没给你选衣服啊 刚才在上场 你也不说一下 我等着你说了 你没有打算给我买的想法 那就算了 主要是 我先想着我是没合适衣服 知道我是才想到了你 那明天给我买的呗 你说你又买吗 还是就穿的服服都能得了 又买 其实这种厂子我觉得还是 主要看女人的穿着打扮 然后我们带点首饰呀 穿的比平时漂亮一点 就像那个早红毯 女明星是这个真奇斗艳 像你们男士 我觉得再怎么挑呀 就是普普通通的款式 衬衫西裤 就是正式展的 休闲的话就是T恤 你啥意思 又不给我买了呗 我的意思呢 你就是怎么打扮 主要也还是看那个女人的穿着 你们就属于绿叶 黑红花的那种绿叶 看怎么没有 小姐就是相根性的 把我问一下 你说 去你的 买就买 你感觉没必要普普通通的 你就普通穿就行了 反正我穿的 比平时好看 你给我买吧 行 到时候下次去尝尝 给你也买一身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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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